南韩明星金泰黎将出演同人网络电视剧正年 这部剧是以女性视角为主线 金泰黎已经32岁了 可是她依然像少女一样 从这部电视剧的原著漫画来看 这个女主角竟然很像小姐中的男书鸡 这样一张脸很素淡很纯 甚至五官上还有一些缺陷 但不可否认的是满满的都是故事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神态 阳光先生李金泰黎饰演一个两班贵族小姐 她演出了那种端庄威严的感觉 举手投足 尽显贵族风范 但爱信小姐也有许许多多的小表情 金泰黎把这些表情动作处理得非常完美 不会有那种强行凹表情的生硬感和僵硬感 非常的自然 在小姐里她是中泉小女仆 但阳光先生里她是贵族小姐 高爱信和男书鸡 神态上的差别一眼能看出 很多观众就是在追阳光先生的时候 知道了小姐这部电影 于是跑去看了同样一张脸 观众完全没有出戏 她的表演让人觉得男书鸡和高爱信 就是两个人 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甚至他们都不是金泰黎 就是角色本身 金同学的资源真的非常不错 演技也可权可点 大家也很期待金同学的下一部作品 她甚至还跑去游学三个月 女生们都喜欢这样思议的金同学 金泰黎的五官实在是清淡 金泰像那远山泼墨画里的一点青蛙 这样的脸饰演起少女来 却笑叶如花 活泼潇洒 脸上的表情融入 近角色 一场戏下来水到渠成 动态像太阳花一般充满热爱和赤尘 虽然她的演技还差这么一点火候 但不影响观众喜欢她 戏里戏外都喜欢 这个明星亲切 阳光较寒 看她演什么都会不自觉嘴角上扬 因为真是很可爱 至于她饰演的男书鸡 这是电影 导演脑子进水了 都提不出这种要求 当时签合同也只是说有裸露戏 没有说要真的现身 拍电影的时候还是有非常多手段 可以在最终结果上达到 以假乱真的效果的 而且 在那种情况下 就算真的有感情 也很难做出什么 虽然经了场 但女性工作人员也还在看 还有一堆摄像头 一堆打光 得注意机位 注意表情与动作 随时被喊咔 金带离还和男祝贺演过电视剧 这俩人很配 以前这两个不会产生什么化学反应 但是后来演完电视剧不难发现 这俩人真是好配 而且观众刻到的也不完全是距离 而是男祝贺看金带离的那个眼神 完全是眼神不清白 看起来就像是男祝贺喜欢金带离更多 虽然金带离对男祝贺不怎么来电 但还是看得出两个人挺能聊得来的 私下关系也不错 刻不到爱情 刻有情也很好 当金带离不笑的时候 很有高中生的冲劲 笑起来又很有感染力 就是一个中二的小女孩 最重要的还是他演的真的太棒了 很容易把观众带到那种情景 情绪当中